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吃了那么少少鱼 那怎么办呢 想想仔仔 你看他多饿 好饮食啊你们 我准备DIY鱼 留意我的视频 DIY鱼 准备了四样 一个是一条红萝卜 两只虾 少少绿豆 和少少面粉 因为鱼仔没吃 我还没记得来 今天就试一下如何DIY鱼仔 可以给鱼仔有餐饭吃 食材有 有虾 有头 两只大虾 红萝卜就要一条 面粉就少少 这个是绿豆 绿豆 我也是拿了一粒汁 浸软去 我看一个分量 摸索一下 鱼仔 刚刚好 还有一个搅碎 它们的机器 鱼仔吃得健康 我们都开心 因为它是一个 我们的宠物 所以我要首先 将微波露擦一擦干净 我怕微波露 会有丁过其他东西 不卫生 所以现在我就用 水汁浸擦一擦 擦干净水 然后再用柠檬 擦干净 那我就将这个柠檬 半个 切开一够够 放进去 丁它 放这个柠檬 烧一烧 因为一会儿 要丁些鱼粮 我怕它有肥腻 柠檬可以去掉 肥腻和其他的异味 现在放进去 丁两分钟 不用理会 那我们可以做其他东西 这个放进去 就洗一洗它 因为我怕蝦 不知道会有邋遢的东西 洗一洗 好像自己吃的 因为 宠物 对我们狗 都是家庭的成员 都要对它们好一点 所以虾我也是洗干净 洗干净之后 是轻轻切一切 因为都切不到什么 可以连起头和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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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虾是我们平时 买来做丁 的 放进去 刚才已经浸了 黄豆也可以 因为我家里没有脱了壳的黄豆 黄豆粉就更加好 但我没有 就拿了绿豆 刚才我已经浸了 所以这些筋都很柔軟 可以放进去 搅拌 把水一起放进去 放一点点 放一点点水 因为我们这里也挺帮富 放一点点水 放一点点水 这个面粉 稍后再放一点 这个面粉 稍后再放一点 好像多几次 花头 花祸 剪上水 然后再放一点 同样都是 这把银子也要洗干 银子 放一点 加湯 分开 放一点 加一样 饼子 然后再放一点 它如果是大塊,待會不怕的,我們還會用微波爐叮熟 如果有些太大的蝦殼,我們可以待會再剪碎它 現在倒出來,混合了面粉 這裏是便宜的所有花菜 這樣可以擠出來就可以了 做成這樣 就放入微波流毒釘 蒸完之後再剪碎就可以了 現在放入冰箱 摘好的魚糧放入微波流釘5分鐘 這個是微波流拿出來的 將它全部剪碎 剪碎 把魚糧放在冰箱裡 通常這些魚糧可以吃一個星期 再剪小粒一點 繼續剪 剪到好像芝麻小粒就可以了 紅蘿蔔有綠豆粉還有麵粉 加上做好的魚糧 還要剪小粒一點 現在是比較大粒 這樣再剪一點 魚糧剪到這麼碎 這個魚糧 這是我剛才自己的IY的魚糧 拿了一些蝦 紅蘿蔔 綠豆粉還有麵粉 下去攪拌 然後做成麵粉 我把它剪到很小 好小粒 把芝麻小粒 拿來做魚糧 看著 嘩 好吃 再來 嘩 嘩 糖液群蠅 因為沒有魚糧 我做了魚糧 看看魚糧 看看魚糧的反應 開飯了 這裏 因為有少少蝦味 這樣一放下去 它已經聞到 它馬上湧出來 大家看看 嘩嘩 一口就吃了 看著 遲些都被人追了 沒有了 看不看得到 看不看得到 快點搶 可以放進冰箱 這裡應該就會吃半個月了 這裡應該就會吃半個月了 好了 可以放進冰箱 很漂亮 好嗎 好嗎 可以 好嗎 好嗎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